这山上面的雾气 你看 浓溅度 天呐 真太吓人了 快坐 快坐 这是我到恩施之后 去恩施市里面去买了肉 然后做了一个红烧肉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兰兰自驾游 今天是3月1号 我现在是在湖北恩施的巴仁河景区 我是27号到这里的 你看这里很方便 停车场很大 然后就在景区游客中心这旁边 然后这边卫生间有水有电 离卫生间又很近这个停车场 然后巴仁河景区这里还是挺安全的 这边就是游客中心 然后楼上就是他们的员工宿舍 我在这里露营了两个晚上 昨天这边一直在下雨 你看今天还是雾蒙蒙的这个天气 但是我们今天要走了 离开这里了 我们前往恩施大峡谷那边 然后看一下吧 我们看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吧 因为现在这边是雨季还是什么 就是一直在下雨 我来到湖北差不多有一周时间了 这边三四天都在下雨 这边现在是雨季吗 因为今天天气也不是特别好 路上的风景估计也不太行 农见度不高 我们边走边看 嗯 走吧 朋友们你们敢相信吗 我们现在在湖北的 绿什么 刚刚那个有一个绿葱坡 这里在下雪 看 这边啊 你看那个山上有一个滑雪场 所以这边 在下雪 我去超市买点东西 我刚刚去买了点菜买了点零食啊 花了我一百多 这边的物价好高呀 三颗青菜 八块钱 不知道多少钱一斤 因为他们不标价格 超市里面也不标价格 鸡蛋的话 鸡蛋还好 一板鸡蛋 是那白鸡蛋 二十二块钱 继续走啊 我们现在到高平镇这边了 刚刚路过一个景区 叫恩施地心谷景区 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景区啊 门票是一百八 它含玻璃桥 摩毯 还有电梯票 这个景区应该还是蛮大的 因为它的门票比较高嘛 一百八呢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 还是挺好玩的啊 有水 有刺激的这种项目 可以划船 荡秋千什么之类的 一步一景 就是那种人在画中游 就是那种那种感觉 但是恩施这边啊 这几天天天在下雨阴天 今天天气也不好嘛 咱也不选择进景区了 第一个就是 天气不好的话 进景区看也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有一些景点啊 在路上看到的一些风景啊 给景点的 其实也很类似了啊 都很震撼 我们现在走的是318啊 这个道路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我们去恩施大峡谷那里 又下雨了 刚刚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 休息了一下吃点东西 离恩施还有76公里 还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 现在下雨啊 其实下雨的话 山里的风景可以更好看一些 就是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 非常美 我就怕这个山上下雨就是路比较滑 走路不太好 咱们走慢一点还继续走吧 还有56公里才到达恩施大峡谷 现在这边山上的雾气啊 你看马上都看不清路了 前面有好停车的地方 我就停车了不开了 雾气太大了 我把灯开起来了 向左前方 1.6公里后右转 天呐再严重一点 看不清楚路了都 哇 简直是在云彩里面 妈呀真的看不见了 我现在车子停在 一个厂门口啊 实在是没办法往前开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车子停在这路边的 你看 这山路 这山上面的雾气 你看浓健度 天呐真太吓人了 这山下 怎么这么大的雾啊 山下更看不清楚了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车啊 你看这个车啊 这个车还没有开灯 还没有开雾灯 按说像这种浓健度一定要开雾灯啊 我现在是在 鸡318 1594 这个戒碑这个地方 看这辆车开了雾灯没有 这辆车也没开雾灯 我都不知道我这辆车 雾灯是哪一个 我刚刚是开了灯的 但是不知道雾灯是哪一个 这个是 开大灯嘛 然后哪个是雾灯啊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雾灯 还是这个是雾灯 两个小眼睛是雾灯吧 还是这个 这里有一个农贸市场 我把车子开过来 买点菜 现在已经快9点钟了 我现在在安施市 我到达安施市的时候 天还没黑啊 我在天黑之前 我就找到了一个停车场 然后停下来之后 我就做了红烧肉 但是现在我还没吃饭 我在等一个朋友 他从河南州口老家到安施 过来找我 我们会一起自驾西藏 他刚刚发的信息说 还有90多公里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到 不知道是啥情况 等一下再给他发个信息 问他一下 他在开车高速 因为天黑了 我本来说不让他那么赶 就说明天再慢慢开过来嘛 我在安施市等他 他说要走高速 本来他是走国道的 然后他剩90公里的时候 走的高速 天黑了嘛 因为这边都是山路嘛 就算是高速的话 也没有那么好走 反正我们等他吧 我再问 他发现机过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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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停 给你留下位子 预批的车看到没有 我老像啊 预批的车 累不累 饿了没 红烧肉 我做好了 红烧肉 又加入了一个小伙伴 一个大哥 来保护我来了 多少斤 210的 很灵活的胖子 我们要吃饭了 快坐快坐 这是我到恩施之后 去恩施市里面 去买了肉 然后 做了一个红烧肉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吃肉吃肉 很香 非常好吃 这是我最拿手的红烧肉 吃饭吃饭 恩施这边的大馒头可贵了 这一个馒头1块6 这不舍得吃 我们老家这边啊 我猫天一个 吃饭了吃饭了 我也要吃饭了 现在都已经9点钟了